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行 那这片就交给你负责了 那个 另外 这事别跟大哥说 大哥 什么意思 咱们要吃毒食了 吃什么毒食 大哥得慢慢跟他渗透 明白吗 那这开工了吗 还是 早开工了 行 那我嘱咐你一句啊 记住一点 咱们呢是只出钱出力 要是碰到政策上的问题 让街道跟他们协商的 另外要是碰到钉子户什么的 咱们也不出面 说得有道理 大哥 你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 不掉链子 不给你丢链 行 到时候我给你啊 包个大红包 要厚啊 喂 老胖 在哪儿啊 我 我在那个 朋友区拆迁这儿呢 怎么了 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你是不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今天什么日子呀 咱们爸生日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怎么这也不记得 哎呦 你看我这猪脑子 差点给忘了 那个 这样 我今天啊 什么事都不干了 我赶紧 给那个 给咱家老寿星 备份大礼去 行了 你早点回来就行了啊 路上开车 注意安全 好好好 好 找个电话 是不是啊 我差点忘了 今天我们家老太爷过生日 一会儿啊 你把我送到那个 五星鸡酒店去 我赶紧定个包间 嗯 另外你帮我去那个 知道了 蛋糕领悟 是不是 收单 好嘞 走 走走走走走 走 走 谁也跟我们来着 都走走走走 这恐怖的大爷 您 您少少去 您少去啊 别冲动啊 老爷子 您看您在这儿 我们都没法干活了 我说了 别的房子可以拆 这个屋子 不许动 老爷子 您这话别跟我们说呀 我们这就负责干活的 这不已经把这一片 全部纳入拆迁计划了 都得拆 谁都拦不住 活不活 你让他们来跟我说 老爷子 我求求你了 你别给我们添麻烦了 好吧 今天我的活要干不完 你瞧瞧他们 我们都得扣工资 再说了 你在这儿也不安全啊 这万一把你给砸了好歹怎么办呢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走走 你瞧瞧瞧瞧瞧瞧瞧 怎么回事 文总 文总 我总算来了 您看 就是这老爷子 要当丁字户 死户不拆 谁让你把他放进来 我们哪敢把他放进来 是他自己进来的 里面还有人吗 没有了 都亲过了 一个人也没有了 只有他 温叔 还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你是谁呀 您看你岁月大了吗 开始糊涂了 你好好看看我 我是谁 你就是隔壁老刘家的二小子 谁是隔壁老家二小子 我姓冯 我是冯丽 你女婿陆江涛的小兄弟啊 我 我女婿 陆海波 陆海波也来了 我找他说理去 他不能说拆就拆我们的房子 你看啊 我们真的是糊涂了 你女婿叫陆江涛 我们是奉他的命令过来拆房子的 奉他的命令 那这房子更不能拆了 别生气 别生气 不拆 都不许拆这个了吗 不拆 不拆啊 不拆啊 不拆 不拆 小子 你还真是我的好女婿啊 海波 海波 你忘了 这 这地方当初你在这学修理的 然后在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 你就做了我的学徒 是 后来 就做了我的女婿了 是 是 所以啊 这种人他不能忘本 我们说这房子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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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拆就拆吧 是是是 老爷子 哦 您放心 只要有我在 没人敢拆 哦 都不许拆 放心 哦 好 给我护好啊 护好 好 我叫你小酒喝喝吧 哎 有你在 有你在 我就放心啰 哦 好好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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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文叔 您慢点啊 诶 文叔 我送您上去吧 不用了 我到家了 你回去吧 不是 文叔 你要不你马上吃点什么 我给你买点回来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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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吧 那 文叔 刚刚那地方 你就别再去了 万一把您炸到这儿干嘛呢 这 是吧 我当然不会再去了 我自己的家 我在这儿待着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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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我有事 我先走了 你们都保证 这屋子花太少了啊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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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都给我换了 然后全马上换 然后那个中间留出位置来 不两只 先喝 那恐怕来不及啊 这又什么来不及的 这不有人吗 我加钱 好不好 那没问题啊 好 然后那这个位置 给我摆上那个 我们家老爷子那个照片 拿着 让我说一下 喂 好 这 呃 文全 那个 弄两张老爷子照片 来 待会儿麻利点知道吧 赶紧把货干完 好 好啊 别浪费时间了 是吗 车子里面没冷了是吧 没人了 来吧 好 来 两位看一下 哎呀 做得太好了 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当然知道了 这不是你师傅那个小店吗 是 这就是我当年 学徒的地方 做得真精致 拿这个当生日礼物 太有意义了 嗯 喂 温泉 什么 在哪里啊 怎么了 好 我马上来 师傅出事了快 好 快点 我说都寄下来了 都寄下来了 好 那这屋就 就交给你们了 好的 您忙了 接个电话 喂 温泉 我可都弄好了啊 我可都弄好了啊 最好的酒店 最好的餐厅 都布置上花了 到底那把老爷子接过来了啊 哎 怎么回事呢 还不回事呢 还不回事呢 说句话呀 咱爸出事了 应该不会有事的 慢一点 慢一点 ł 哎呀 靠 ga 水 风流流!!!! 快一点 我俺也没办法呀 都躲着难用 我 明明 你 我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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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怎么样 怎么样了 还在那边抢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哥 我是真不知道啊 冯丽呢 一出事我就打电话给他了 老人家女儿还是他通知来的呢 他那儿出来了 大哥 我这是真的不能怪我们呀 我 我就是个干活的 我 我别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 你别走啊你 我找不了你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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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怎么样 对不起 我们已经心里了 请进来 医生 医生 我求求你 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再想想办法 请进来 医生 我求求你 医生 你再想想办法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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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他 我爱我 你再想想办法 和我 我怎么样了 今天是我爸生日 你看看你干了什么 陆教堂 我再也不想跟姐弟 陆老二 陆老二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的事 你不要什么钱都赚 你现在好了 你怎么对得起 你怎么对得起温泉你 来喝碗粥吧 放点吧 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把粥喝了吧 我知道 你先回去吧 早点休息 那你也早点休息 我师父走了 我师父走了 我师父 我一直把她当鸡马杯一样 知道了 我都明白 我都明白 文娟 你先把门开开 有什么话 咱俩面对面得了不行吗 这个棚户区项目改造的活 它是我们跟中兴联合开发的 它有些执行层面的 让师庙沟通好 除了这样的意外 我有直接的责任 可是我爸现在已经没了 不是文娟 这事来我 这事我承认来我 但是咱不是还得面对吗 是不是 咱想想孩子 想想未来 文娟 我错了 你先把门开开开行不行 陆江涛 我已经想好了 离婚吧 就好 那些人 我怎么听到 你怎么识了 是 你怎么听到 我怎么听到 我怎么听到 你怎么听到 我怎么听到 大哥 大哥 陆建涛 我问你 那个蓬佛区的项目 是你跟贵雄一起做的吧 是 你为了赚这个内心钱 害死了我的师父 你的岳父 对吧 大哥 你说这些 大哥 你跟我说大哥 大哥 我知道 我现在 我现在解释什么 都没用 我现在跟人喊人 也都没用 我再怎么说这个蓬佛区的项目的事 它也是我的事 这项目是我负责的 我都认大哥 我跟顾云雄 那个事没跟你商量说我错了 大哥 可是这 可是这我 我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 大哥 大哥 你要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认我 我认 大哥你能不能帮我这门吗 现在文权说要跟我离婚 现在文权说要跟我离婚 大哥 你就要看在我曾经喊过老爷的一身 爹的碎上你帮我一次行不行 大哥今天我也有孩子了 我求你了 帮我一次小年 我需要跟各位儿子 我课不信的 现在乱懂的 我课不信的 你不信的 我帮他 我课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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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r不信的 在这里 我读不信的 我课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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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我课不信的 我课不信的 你可不信的 喂 陆总 我们终于找到他了 在哪儿呢 他现在就在天心路一千五百一十七路三十九号 行 知道了 马上过来 二哥 来了 咱俩喝点 二哥 我真的是把老爷子寄手给搜回去的 我已经在三天主的让他不要再去公里 我没让他又去了 你知道吗 我去的时候我已经拿过来根本就没有人 我去吃一顿饭 回来你告诉我 出事了 哪一个死在里面了 我真的我不知道 二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二哥 我真的不知道 二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吗 二哥 我真的不知道 二哥 二哥 对不起 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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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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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过来坐 找妈妈 听听见她说 你要离婚 原来你今天来 是来给她当睡一颗的 大哥 其他事情都好商量 这件事情 我真的不想再谈了 文泉 没什么非要走这一步呀 有什么困难过不去 我爸在世的时候 还一直说我呢 他说文泉这孩子吧 表面看起来很精明 其实傻乎乎的 尤其看男人的眼光 一点都不准 那个时候我还不服气 但现在我无话可说 我不能这么说也文泉 你看看 原来还这么想 你说将来 真的走那一步 是你带还是他带 他没有爸爸你的男生吗 没有妈妈你的男生吗 我知道 江涛确实有很多毛病 很多问题 有时候我也特别恨他 他从小到大 没有一件事让我省心的 但是 说实话吧 他这个人的优点也是很多的 对吧 至少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 更重要的是文泉 其实你心里清楚 他对你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 大哥 你别说了 我知道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会原谅这个弟弟 但是我只有一个父亲 而他现在永远地离开我了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 我现在一看见江涛 我心里就很难受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他 我感觉从我们俩结婚以后 他公司里面就有忙不完的事情 而我呢 我整天就是在家里面 照顾我爸 照顾孩子 好像那个时候 从我们俩牵手跑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跑 不断地向前跑 越跑越快 我渐渐地我 我跑不动了 你知道吗 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离婚这件事情 再进山再想一想 好吗 别那么早帅 别的不看 就看看孩子 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不能离婚 就分局 怎么这么闷闷不乐的呀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想看一点 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换成谁 谁心里能痛快 理解 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嗯 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就应该怪陆江唐 就他这个性格 这个脾气 这么多年了 发生这么多 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就不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了 就发生在你们自己身上 都有多少了 这一点你心里也清楚 你可能不想承认吧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们得分家 分家 就是在公司上分家 把中介地产和江海超市 做一个区隔 在财务上独立核算 这样呢 就算以后再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也不至于全赔进去 我想想吧 我听说了 江涛 既然顺便吧 要不是你这个项目啊 我们也没想到 你岳父能住在 那个拆迁的区域里啊 我还听拆迁人员讲 刚开始 把老人家已经劝回家了 后来是你岳父 自己又跑到拆迁现场 才酿成现在这个悲剧 江涛 你想一想 就是说 现在是不是老天爷在 在 在考验我们 考验我们的定理 考验我们的决心 你想啊 为了我跟你联手 我亲手把我那个家都给毁了 我那个老战人就为了我的 都到监狱去了 还有我把所有的资金 都注入到刚刚成立的 星凯集团里 现在对于你我来讲 没有任何退路 我们俩只能联手 所以说 江涛 不能再犹豫了 要快到战略吧 好 喂 二哥 大哥 大哥让你回家 行 我知道了 你让我考虑考虑 是接着跟你往下走 还是我得停了 给我点时间 好 二哥 大哥在等你 行 你先进 大哥 来了 大哥 来了 呦 林侠也在这儿呢 郭江涛 这是江海集团旗下的两家公司 一个是超市 一个地产的财务清单 你过目一下 哥 大哥 这什么意思呀 大哥要跟你分家 分家 一笔写不出两个路字来 大哥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咱怎么分呀 从此以后呢 你做你的地产 我做我的超市 咱们停水不放河水 各干各的 大哥 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你觉得我像他开玩笑吗 大哥 可是 没什么可是 这事我想了好几天了 你有你的理想 我有我的想法 包括 你的父亲想跟你合作 我也拦不住 你是为了我的师父 你的岳父 同时呢 也是为了完全能够原谅你 所以 我们还是分开吧 大哥 二哥知道错了 赶紧 快道歉 大哥 大哥 我知道错了 我没认个错 以后我改还不行啊 这个话听着好耳熟呀 你这话说我好多次了吧 哪一次真心改吧 陆江涛 我提醒你一句啊 在座的呢 是江海集团的原始股东 当然 除了没有道场的温泉 还有思思 我 作为公司的原始股东 我正式向你提出 我要跟你分开 所以呢 这个上面的字我都签了 你赶紧看一眼 把字签了 那我想问一下 这是谁的主意啊 你别看着林侠 这是我的主意 陆江涛 你们兄弟俩的事情呢 我不发表你情了 你自己的事情为了兴趣 我要是不钱呢 那行啊 把我的师父还给我 不是大哥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人 好 那我给你认个错行吗 我错了 但是我的出发点没错 我是为了建议军事未来 别说这些没用的 你就赶紧签字吧 大哥你想过没有 现在外人 连几手的想弄哪打人多的是 你现在把我所谓出门 现在跟我分家 人家来找事呢 谁保护你 就你聪明 全世界就你聪明是吗 我就无能我就傻是吗 我们保护不好自己 你超市是吗 大哥 有点太绝情了吧 你说了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赶紧签字 这事儿 这是什么的你好 你们都干吗呀 这才过几天好日子 才把林总手怎么说来着 拧成一股神 才能有力量做大事 怎么自己跟自己家人 吵起来了 是啊 我是这么想的 看哪 好好好 不吵 不吵成了吗 告诉你啊 这字我不签 我不签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 给我放魂 我就放魂 怎么着 你 你今天想打我 就骂我 都我都认 但是我就不签 你能怎么着 陆江涛 你说你现在 哪有一个公司领导的样子呀 你就跟三岁小孩似的 你终于跳出来说话了 是吧 林霞 我问你啊 在背后挑拨我跟大家 是不是你啊 我们家这儿有你什么事啊 我是江海集团的 战略决策顾问 好 那是我大哥批你来的 我没批你来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现在仍然是江海集团的老大 大哥 我就想问你 是不是因为他 你要跟我分家呀 你不可离遇 说什么呢你啊 赶紧道歉 道歉 好 我跟你道歉可以 跟他 不可能的 好 我 想走先走 有你的啊 四路是吗 我马上让公司再出一份 这合同备学底签 你拿什么给我签 你凭什么给我签 我现在问你 林财务底块 我把超市抵押了 你拿什么给我分家 我问你 现在超市所有的利润 都几个林财务底块了 你拿什么给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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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先跑 这合同你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大哥 大哥 你 你干吗呀你 四季 我就问你 你信不信你二哥 我信 我怎么可能不信呢 那就行了 你给我记住了啊 甭管谁进他们家 做了什么事 你就要记住一件事 保护好大哥 相信我就对了 你要干吗呀 你甭管要干什么 你就记住了 二哥 永远不会做丧尽天良的事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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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 真的别生气 我干吗不生气啊 关我什么事情啊 骂我半天 不是 他那人就那个样子 口是心非的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啊 哎 现在是为了我分家呀 啊 现在变成了 我要队伍他陆江涛了 这不是为了你们好 才分的家吗 你们公司的事情 我真的管不了了 哎 我回家呀 出一份法律文书 你们的顾问 我也当不了 不是 林霞 这 这个家还是要分的 但不一定非得现在 你说的有道理 他说的也有道理 是不是 但是关键是 我看他最后把矛头指向你了 我不想让你们俩的误会 将来越来越深 反正你自己想好吧 想好了 做决定 你就别后悔 雨霞 带哥 人家林霞 真的是诚心诚意地想帮我们 你看看你现在认识什么局面 不管怎么帮 现在这个时候 让咱分家我就不分 等我过来这个坎儿的 我都听你来不行吗 你让分就分 让合就合好不好 不是 没什么 不是 对 你们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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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涛 我带媛媛走了 我知道 你绝对不会同意离婚 但是我也无法继续 再跟你这样生活下去 我们都各自冷静一下 想一想我们的过去 和未来 我们都要为自己负责 想清楚当下 我们才能走向未来 小心 站好啊 媛媛不要吃手 我帮你的行李送屋里吧 好 谢谢 儿子 我们回家啦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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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